先准备用一字形螺丝刀沿着它的连接缝 把它稍微撬开一条片 然后用手把它撬开 因为它是用胶带粘写的 所以说还是比较好办的 用十字形螺丝刀去把四个点 四个点这样子 螺丝拧开 螺丝拧松 螺丝拧松 这边中间还有三个 螺丝拧松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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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用小一号的十字形螺丝刀 把三个小的螺丝拧开 把上面这个拿掉 这样就可以把它拿出来 因为这个盒容易比较进灰尘 所以把它要靠置 把线的SR接口这样往下掰松 然后用手把这个USB 拿出来另外的线呢 换上准备好的线 这个IS口的缺口对准这里 把它压紧 然后把接口跟这里对上推进去 然后盖上盖子 拧紧螺丝 拧紧螺丝 然后按上 重新领上螺丝 咳咳咳 然后把线的关系 开放一点 这是一个大线 最终的那些是这样的 对 我说不定 是这样的 我说不定 我是说不定 这些都不定 有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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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检查一下是否有松动 然后盖上盖子 盖盖子的时候注意上下 注意不要装反了 盖子 盖起就可以了